左派和右派对于基本的道德观的看法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 左派都可以用自由这个词来作为狡辩的强有力的工具 在自由这个词的下面 现在的年轻人被左派洗脑洗得已经有点精神不太正常了 就在昨天周三最高法院开始听取密西西比州的堕胎法 这个法案是2018年的时候州长Phil Bryant签署的 说的是绝大多数怀孕超过15周的孕妇都被禁止堕胎 除非说孕妇遭到了生命的威胁或者是胎儿有严重畸形的情况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严格的法令 反而已经算是非常宽松的堕胎法了 因为限制的是超过15周以上 也就是三个半月以上的人 德州的堕胎法比这个要更加严格一些 是六周以上就不可以堕胎 堕胎在现在的年轻人群体里面 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反对的话题 他们非常执着地认为 如果不同意堕胎 就是在剥夺女性的权利 剥夺女性追求自由的权利 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位左派的德州州议会议员 对于堕胎法案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原来怀孕是对女性的捆绑啊 他说有很多女性因为德州不允许六周以上的堕胎 所以搬家搬走了吗 我只见过加州人拼命的往德州和佛州搬 还没看到一个从那边搬来加州的 如果一个女人不想要怀孕的话 那么请你在结婚之后再做你想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办法 那么请你做好避孕的措施 而不是等到怀孕了之后就找一个诊所往床上一躺 让医生夹碎小孩的骨头 再把她的尸体取出来 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对于整个美国都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堕胎的Rovie Wade被推翻的话 那么堕胎的权利将会回到各州来自己做决定 那么目前为止得到的消息是 最高法院审理的结果可能要等到明年夏天才会宣布 但是堕胎可能被推翻的这个事情 在左派的圈子里一下炸开了锅 怎么能有人践踏女性的权利呀 堕胎是女性的健康权 是女性的生育权 我的身体我要做主 这些支持堕胎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超过15周之后就不让堕胎的这个事情 更没有办法接受Rovie Wade有可能被推翻的事实 他们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够得到尊重 不论何时何地想堕就堕 所以在昨天早上的最高法院前面 上演了一出前所未见的奇葩大戏 一大票的左派跑来抗议 各个族裔的女权主义者蜂拥而至 挤到了最高法院外面开始吃堕胎药 对他们抗议的方式是吃堕胎药 四个女生激动的拿着堕胎药 在下面群众的欢呼鼓掌声中 拿起水瓶一口就把药片干了下去 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怀孕了还是没怀孕 但是他们为了表达他们支持堕胎的立场 吃药的瞬间都好像英雄一样 永远 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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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in 决定 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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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什么常念呢 这些人都怎么了 我是一个一直很坚持有病治病原则的人 不管你到底在抗议什么 不要随便给自己吃药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知识吧 怎么会有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些人都好像是那种很冲动的小孩 认为自己认为的就绝对是真理 所以在最高法院门前 可以做出这种毫无意义 丢人现眼又伤害身体的举动 其实在法院门口 不单单是支持堕胎的人 到了现场 支持生命权的人也在那里聚集 但是这一批人做了完全不同的举动 他们举着Pro-Life支持生命的牌子 在那里唱起了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幕看起来超温馨的有没有 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 堕胎是一定要从国家里面废除的 上帝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 在生命纪十九章十节说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 反对堕胎是和基督徒关系非常大的 我们当然不想要因为有人堕胎 流了无辜人的血 所以这个罪就强加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也更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后代 就这样无缘无故的死去 超世纪十七章七节神在这里说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这是多么美好的神赐给我们的约 神不仅仅是我们的神 也是我们后裔的神 所以我们不能够允许滥杀无辜 出现在神赐给我们土地上 我们要每一个后代都得到神的祝福 在这一次的最高法院门口 不光是所有爱国者聚集起来唱国歌 让我感到更加感动的是 大学生也参与到了这一次的活动中 Liberty University自由大学 就开着大巴车从学校 拉来了一千名学生 这一千名学生来干嘛呢 他们下车了之后 就聚集在最高法院的门口 一起同声开口 为废除堕胎而祷告 看到这些孩子在祷告 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盼望 现在在我们的国家中 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被洗脑了 有一批不愿意跟从世界价值观的 愿意了解真理 愿意在破口中祷告的年轻人被兴起来 而这些人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基督徒要在这里连接成一个联盟 形成我们的文化圈来影响世界 在这里为大家来介绍一家 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Niji Nails Niji Nails专门制造市面上最高规格的 Tenfree材质的指甲油 并且颜色种类众多 不管你喜欢哪种类型 是亮片的 带闪的还是不带闪的 只要登陆网站都能够找到 还能意外的发现超惊喜的色号哦 登陆网站NijiLA.com就能够开始选购了 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News时就能够获得九折的优惠哦 左派总是喜欢说一些话 骗自己骗别人 然后再让这些被骗的人来支持自己 左派为什么能够做到杀死胎儿 还认为这是一件为女性伸张正义的事呢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告诉自己 胎儿不是人 他们认为胎儿是没有痛绝的 他们只是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体里面 才能存活的细胞 只要不从肚子里面出来 就不算是人 但是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你看到一个人怀孕了 他的肚子里面就是有另一个人类 到了日期 他就会要去医院 待了两天之后 就会抱一个人回家 这个小孩会慢慢的长大 长成像你像我一样的人 当你看见一只猫怀孕了 你就会知道 哦 再过不久就要迎接几只新生的小猫咪来到世界上 所以不管是动物是人 只要怀孕了 就代表他的肚子里面是有生命 这个生命早晚有一天会变得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 从1973年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6200万没有出生的婴儿被流产 换句话说 就是将近有20%的美国人口消失了 左派认为儿童是一种负担 我们认为孩子是上帝的礼物 左派认为家庭制度已经过时了 但是我们认为家庭是文明的基石 这种文化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对堕胎的看法上面 也发生在美国的南部边境 由于新的变种病毒Omicron的出现 拜登下令禁非非洲八个国家 以免将病毒带到美国来 可是他忘了吗 南部边境还开着 你要是真的害怕病毒进来美国 那你停了飞机还开着边境 这事做的有意义吗 在南部边境闯进美国的 也不单单是南美洲来的移民 2021财年就有106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在德克萨斯州的Del Real穿过边境 全世界一共才233个国家和地区 就今年一年来了一半了 真是在贯彻左派说的多样性啊 一边禁飞航班 一边打开边境 对于这两样完全矛盾的防护措施 科学家福奇博士又出来说话了 白宫最讨厌的记者 在记者会上问了福奇博士说 现在是不是每个进到美国的人 都要接受新冠检测呢 福奇博士说 那当然是呀 这个记者又问 那那些不是坐着飞机来美国的 如果他们是从边境直接走进来的呢 你猜猜福奇博士说啥 Dr. Fauci as you advise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new testing requirements for people coming into this country does that include everybody the answer is ye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new regulation if you want to call it that is that anybody and everybody who's coming into the country needs to get a test within 24 hours of getting on the plane to come here but what about people who don't take a plane and just these border crossers coming in in huge numbers that's a different issue for example when you talk we still have title 42 with regard to protection at the border so there are protections at the border that you don't have the capability as you know if somebody getting on a plane getting checked looking at a passport we don't have that there but we can get some degree of mitigation 对 他说 这不一样啊 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 坐飞机来的 跟走进来的能一样吗 坐飞机进来的 当然要好好检查啦 从边境走过来的 就不需要 你得听我的 因为我是科学 就这两件事对比下来 谁会相信 左派做的一切 是为了防止病毒啊 边境大开 为非法枪支跟毒品买卖 打开了方便之门 造成了更多的美国人死亡 这个举动 也更是促进了人口贩卖 让更多无辜的孩子被杀死 被虐待 那些被偷的孩子去哪了 现实的残酷是我们永远也想不到的 他们被活体摘取器官 他们被性虐待 曾经有一个案例 是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 找到时已经发现被人强奸了 在多年里 一直都有机构去到第一线救援这些孩子出来 但是他们被救出来之后 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他们应该如何回归社会 他们在很小的年纪里面 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 买ID面膜的创办人 Judy姐妹从事慈善多年 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她在做的事工 就是和那些救援儿童的机构合作 把那些曾经经经历过贩卖 灵虐的孩子重新教育 医治他们的身心灵 好让他们能够从噩梦中解救出来 重新帮助他们可以回归社会 回到正常的生活 Judy姐妹经营的公司不仅一直在帮助这些儿童 也是从一开始就无私的赞助AI News 他们公司的面膜质量是非常的高级 是目前为止 全世界唯一用一种叫做Miracle Berry 神秘果提炼出来的精华液制造而成的 适用于所有的皮肤品质 只要去到myid的网站 www.myid.life 购买他们的面膜套装 这个收入的利润就会用来帮助那些被人蛇集团伤害的孩子治愈和重建 可以回归到社会的同时 也会帮助到我们的事工 只要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AI News 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25美元的眼膜一套 纽约市长白思豪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不太端庄曾经上电视吃汉堡 让人去打疫苗的市长 在周二宣布全国首个公开承认的过量预防中心的服务在纽约已经启动了 啥叫启动了过量预防中心呢 说白了就是政府公开的开了两个吸毒所 欢迎大家进去吸毒 左派的理论是因为2020年光纽约市就有2000多个人死于吸毒过量 所以为了预防人因为吸毒过量而死掉 就在纽约市开了两家吸毒的地方 一家在East Harlem 另外一家在Washington Heights 让吸毒的人都可以去那里吸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你自己带好你的毒品 他们给你提供干净的吸毒针筒 如果你要是吸过量了 他们还会给你打解毒针呢 The goal is reducing overdose deaths and to do that two supervised injection sites are now open One is in East Harlem the other in Washington Heights These are safe places where users can bring in their substances and workers will provide them clean needles Addiction and overdose treatment if needed is also available Other cities like Philadelphia have tried to open similar sites but haven't yet due to public backlash The sites are run by non-profits that oversee the needle exchange programs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have see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overdose deaths During the pandemic City officials say this is a new tactic to fight back 这种愚蠢的事情怎么会在现实社会发生 这是很让人难以理解的 但是通过左派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只要兼顾基本尝试的知识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不正常 现在左派的目标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下一代 保护好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 虽然这种违反常识的戒毒所已经开了起来 但是这种行为一定不是人人都反对 反而会有一大批的人坚定的支持 我们要知道的是 左派的动作不会停止 这种吸毒所一开 接下来很快就会遍地开花 类似的侵害人的身体健康 违背常识的事情也会一件接一件的发生 在这种时刻 坚定住立场 好好地建造家里的孩子 教会的年轻人和青少年事工 让这些孩子真正理解神的话语以及诫命 持守真理 让我们一起完成幕后的大使命 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来跟大家报告 在洛杉矶的朋友 奇诺华人教会为大家提供了200份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都是本地种植的 在12月3号礼拜五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 在奇诺华人教会免费派发 赶快去拿 先到先得 地址就在奇诺华人教会4136 Riverside Drive Chino市 我会把时间以及地址 还有琢磨师的联络方式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有需要的朋友 记得在12月3号这个礼拜五上午10点钟去领取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